这跟金融比较有关系的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台银外汇的部分 台银外汇应该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主要是要把这些资料 全部都汇入到Excel 汇入到Excel里面的话 当然SA 资料如何汇入 如果他有CSV 当然我们用CSV 如果没有CSV怎么办 这时候就麻烦了 难度就突然就破表了 因为这里面你可能需要知道哪些事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按右键 它里面有个原始码 那原始码指的就是网页里面 它前面看到的跟背后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抓取资料的话 你恐怕这个背后的原始码 哇这么多这么多 总共有2411行 可是你想说 看到这我就昏倒了 我就根本不想要再抓资料 所以第一个 你不是要叫你从头找 而是说你要去找什么 找关键的上面有没有哪些特征 找到之后把它抓下来就好 没有叫你从头 当然还是需要一些技巧 比如说你可以选取你要的美金 买入跟卖出 你可以按右键 选取这个买入卖出 按右键之后它有个检查 它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显示到右边 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那你会发现这边选一下按右键检查 它会告诉你 至少会告诉你说 在那么茫茫大海里面 它有一些特征 不过恐怕如果说将来你要抓那个网络资料 网页上的资料 你可能还需要学会几个东西 第一个什么叫做HTML 因为背后这东西 右边这些东西 都是所谓的HTML 这个网页的语言写出来 所以HTML 那目前最新的版本是5 OK 也就是它背后的东西 如果你假设还看不太懂的话 那你应该要先知道这些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所以HTML 其实就是这些 像它的那个什么呢 TR就是一列 所以这一列的话 它其实上就是TR开始 TR结束 它后面有个斜线 斜线有没有 前面都有个斜线 斜线TR就表示结束 所以它有一个头有个尾 表示它就是一列 里面的TD 表示说它的储存格 所以它是用这种方式做格式 另外的话 它里面还有所谓的CSS CSS版本最新是3 也就是说里面会有些样式 有没有 你会发现TD后面会有这些东西 这些就是它的样式 那我只要找到类似的样式 我就可以把里面的资料抓回来了 不过这些东西 可能难度就会相对的比较高 如果你本来对网页没有概念的话 那要学网路爬松 那一定会听得很辛苦 所以未来如果你对网页上面要爬资料的话 我是建议如果你对刚刚讲这两个东西 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建议可以稍微找相对应的书籍稍微了解 否则的话一定会看得很累 那当然可是没有办法 未来如果说你要抓资料 这些都必要的 以后有时间你可以按右键检查 稍微看一下这里面到底 原来它在TD里面 它有一个CS 它的样式 它样式在class class它样式是这个 所以我只要找到这个样式 我就可以把它的资料给抓回来 那其实当然在VBA里面提供的对应功能比较少 可是在Python里面对应功能 它有个Beautiful Super 可以直接抓这个资料 会比较简单 所以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它这一题其实还好说它里面还有个什么 下载CSV档 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不过它可能要按一下才会下载 按右键 我们先看一下它编辑好了 里面东西 可是它可能怎么给我这么多 还可以 极其的还远其的 可能我们不要那么多那怎么办 没关系 资料剖析的地方 不要的就用9 要的就0 另存心挡一下 这边的话 UTL8 所以你就65001就对了 那个参数就设对 它就不会 然后再来的话可是问题 这个连结在哪里 诶 诶 诶 旁边有一个下载文字档 下载 按右键看一下 复制 所以如果说假如说你要把这个 因为它现在一定要是按一下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要 不要按一下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按右键看一下 有没有 网址连结 有的话你复制看看 看一下这个 如果是文字档 我把它复制贴上看看 诶 有诶 在这里 看一下这里面 打开 诶 记事本 一样 而且它里面就不是逗点 它变成这里面一堆的空白 所以好像更麻烦 还是用CSV 如果知道CSV的网址 其实就是一样按右键 复制连结 然后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边再贴上看看 对的没错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想知道它的连结在哪 你可以按右键 或者检查也可以 检查里面有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 这个 好像也有一些讯息 或者你按右键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们先最后一剩一点时间 请各位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下载的只要什么 现金的汇率 就是买入卖出 跟几期的买卖出 然后个别匹别 我希望能够 等于做一个刚刚的 一样帮我把它直接填到这里面来 或者干脆你另外开一个新的档 自动下载下来 该怎么办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其实如果懂得用刚刚的方法 应该不用花太多时间 其实好像大概就是来源知道了 然后编码方式知道了 蓝位知道了 那其实我要的就是五个蓝位 一个蓝位就是匹别 然后现金买入卖出两蓝 然后基期买入卖出 一有两个所以总五蓝的话 怎么做 我试一下 我做好的程式放在这里 所以第一个我就把它复制 贴上了那个连结 就放在这后面 还蛮短的 第二个呢 因为我知道它是UTU8 所以65001 另外的话可能要算一下 它这个最麻烦 花最多时间就这个 因为它这个1就是要的 9就是不要 就是不显示的 所以其实我就把这个 这个CSV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然后里面就会显示出那个 我把它开起来 OK 你会发现这个要 这个不要 然后这两个要 11 然后这些都9999 然后这好像八个吧 然后这两个11 然后后面好像又七个 七个9 所以分别填上去之后的话呢 那基本上 这个最后做出来的话 结果就OK 我来转一下 给各位看 基本上 大概改就刚刚讲的那几个地方 那改完之后的话呢 就把资料给清空 这个也要加Click Content 然后这样执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呢 就刚刚好 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如果利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要抓取网路上 只要是CSV的这种格式的资料 基本上还蛮顺利的 OK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今天的话 主要就是先讲到这边 然后下一次的话呢 可能还会讲一下Yahoo Yahoo这个东西 其实 Yahoo股市里面 你会发现 以前如果用那个 我们刚刚从那个资料 你去把它 Table Array 从资料去下载Yahoo股市 是OK的 可是后来同学就发现一个问题 每天抓就发现 其实有run 不行了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用另外一个方法 IE物件可以下载 不过这也是比较难 因为他又要用撰写程式的方式来完成 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 下一次的Yah 我们就再来看这部分 再来就是要再往前推进了 也许就是什么了 会推展到那个所谓的 其实就工作部的档案的分割 跟合并的部分 OK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原则上就是把那个 如何把云端硬碟当成资料 来使用 再来的话就是抓取外部的那个 网路上大量的开放资料 大部分其实讲主要还是以CSV为主 如何利用我们以CSV里面的那个 从Web跟从文字档 这个两个功能衍生出来的功能 其实就大部分足够用在一般工作 当然如果还不足够 其实可能还是要延伸去学 可能Python像这样的工具 OK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OK